那時候我做兩份工作是因為我怕說 我離不開酒店重生 我很認真的跟我男朋友講說 我頂多做到今年 明年我絕對不要做了 剛開始從家福中心出來之後 就是有回去 那時候有正常一段時間就是回去做美髮 大概可是我覺得很累 為什麼我要把自己搞得這麼累 然後就是晚上又兼才去做酒店 然後到後面離職美髮的時候又回去 就是有一小段時間就是有回去吸毒 到後面才去學美甲這樣子 慢慢的學 然後也是熬過那段難熬的時間 雖然在那時間中我也有回去上班好幾次 因為錢真的不夠 那時候我做兩份工作是因為我怕說 我離不開酒店這種生活 因為那個地方真的很恐怖 就是一個漩渦 你沒錢就會去 沒錢就會去 沒錢就會去 我寧願從正常工作裡面去賺錢 讓我自己去珍惜這份薪水 讓我知道說 賺來的錢得來不易 我媽 媽還好嗎 嗯 怎麼要脫皮啊 不然我還能做什麼 你會有什麼問題來找我啦 我可以幫你啊 吃吧 我回去傳播的時候 是他看我FB 然後問我 然後我就說 算了老師跟你講好了 我就跟他講 我就說 我是做 就是單純道酒店隔這樣 他跟我講說 那有 接下來的嗎 我說沒有 就這樣而已 他說那 因為我滿吃飽 他就說 那我自己就是 他會提醒我說 要小心啊 然後不要再 誤入歧途 因為他也會喝酒 然後 就 酒駕嘛 然後他算是雷帆 就跟我說 嗯 說要交飽 然後 要先拿多少給他 我也很 挑明 就是 很打明的跟經濟講說 我就是 單純幫忙倒酒店隔 就這樣 我說 期待我不要 如果 要我再回去 性交易那種東西 我真的 覺得 那 那我就這兩年白關啦 他們還是會期待 他們有一天可以離開這個行業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會鼓勵孩子 你就是去學東西 增加自己未來就業的機會 因為我們都知道 然後回到主流社會 他們的工作才可以穩定 老像我那時候 我覺得不錯的是 我在那裡 可以在那裡 在那邊讀書 可是我又可以一個禮拜 要去外面上班 因為我知道很多學生回來的時候 一開始是沒辦法去找工作的 是因為覺得說 在那裡已經習慣了 每天就是 吃東西就是有人幫你準備好 弄東西你只要做這些事情 然後工作 就不用工作啊 就會有人照顧你三層的 他們幹嘛還要工作 所以一開始回到社會的時候 他們是沒有辦法 就是很快的去找到工作 根據衛福部統計 台灣每年涉及兒少性剝削的未成年 平均有300至500個人 每個高中就有一位學生 陷於非法的處境